却说第一个露出行迹的黑影穿行于方氏族地 很快来到了祠堂 一个翻身 进入祠堂内 方泽后如今便被软禁在祠堂里 方赫灵道也不曾虐待 只是夺了他的权 不许他出去罢了 这黑影大步走进祠堂 方泽后还未入睡 正在方家列祖列宗排位前跪坐 黑影说道 赫灵出去了 我觉得不太对劲 咱们是不是 由他去吧 方泽后没有回头 他长大了 难免想要证明自己 可是 没有可是 确实因为我的私心 失去了方家下一代最优秀的年轻人 现在云国的商路也靠不住了 与另外两家比 方家没有未来 赫灵想要弄险 便让他博一次好了 博赢了固然好 如果博输了 我这个做父亲的 为他兜底 哪怕压上整个方家 只要他能够真正成长 我也甘愿 黑影不再说话 他忠诚的只有方泽后一人而已 面对方赫灵的夺权 方泽后从来不是没有反抗之力 他只是在一次纵容了儿子的选择 江望小心保持着距离 四灵炼体绝的深入 足以令他精准控制肉身 不必借助倒数力量就能跟上目标 他不需要跟上方赫灵 只需要跟上那个追踪方赫灵的黑影罢了 轻松避过夜巡的程卫军 三个黑影在城中集行 一个接一个的自南门出了风林城 而城卫军的驻地就在南郊 方赫灵想干什么 江望有些迟出 犹豫要不要给魏眼 赵朗传递什么消息 但想到前方还有一个机刑司的暗哨 便决定作罢 机刑司的人 必然有第一时间联系官方的手段 若真有什么事情 也不会延误 他很快就发现 前进路线发生了偏移 他们远远绕过了城卫军驻地 继续往南而去 风林城东南方向是凤溪镇 再往前则是三山城方向 而正南方 城卫军驻地在往南 便只有一座牛头山 倒是从未听说过有什么特异 以江望的理解来看 若真有什么邪教组织 左道巢穴 怎么也不至于藏身在城卫军眼皮底下 风林城卫军战力极强 加上魏军已经突破 如今一阵将两副将都是腾龙境强者 再有五个通天境副将 无论是面对什么势力都有一战之力 一旦启用兵阵之术 更是足以催城拔债 但方鹤林竟针上了牛头山 牛头山有两个突起 形似牛角 故而得名 山峰不高 景色寻常 既无什么盗匪盘踞 也不存在凶兽横行 便是有 也早给拉链的风林城卫军扫荡干净了 但就是这样一座寻常的山 此时忽然给了江望一种世人巨兽的感觉 这种压迫感不知从何而来 从这里回望成卫军筑地 营火已成星点 江望强压下心头不安 尾随远处的黑影上了山 无论如何 他至少要知道方鹤林去见了谁 这样才足以结案 而以他如今八品周天静的修为 紫气东来见圆满 倒树雁花大城 又有前面的畸形丝修士做警示 想来若遇意外 逃命是没有问题的 偶有几声怪异的鸟鸣 显得山林更加安静 不安的感觉愈发强烈了 江望握件的手紧了紧 但没有直接拔出来 剑韧的亮光很有可能暴露他自己 虚 忽然一阵相风涌来 江望感觉自己被一种温软所包裹 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唇 江望身躯乍紧而松 他倒不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 而是已经意识到了来者是谁 白莲 当那只手缓缓滑下 江望小声问道 那只手从江望的嘴唇上滑落 一把捏住他的下巴 将他的脸整个转过来 江望于是看到了脸上照着那件黑纱法器的白莲 你怎么来这里了 白莲的眼神有些恶狠狠的 但声音却压得很低 想来在这牛头山上 也有他忌惮的存在 江望身指往远处指了指 表示自己是追踪别人过来 白莲松了他的下巴 又一下抓住他的手 跟我走 衣媚飘飘 穿梭山林如夜鸟 很快便消失踪影 而几乎与此同时 山上的方鹤林忽然回头 一直追踪方鹤林至此的 的确是基刑司的暗哨 他是丹查的心腹手下 因为精明强干而被安排这起任务 一路行来他也的确小心谨慎 始终保持着距离 但是当他远远看到方鹤林回头 便已知道不妙 他二话不说 便抖出一根黄色信箱 单指一搓 便要将之点燃 黄信一燃 基刑司那边立刻就能得知消息 黄信坟禁 代表燃信者已深陷绝境 但这根黄信 却毫无动静 怎么也无法点燃了 他还要掐绝引火 然而一只修长白皙的手 已经探制 将这根黄信轻轻抽走 然后他便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飞了起来 越飞越高 这时候他才发现 那在原地呆愣着的 还坐着掐绝姿势的人 不正是自己吗 那此刻他是什么 魂搜魄的这一幕 他无法抑制从内心深处溢出的含义 但他的表情却很平静 从他选择软禁生父的那一刻起 他就明白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只能靠自己了 他必须要成长起来 并且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 我已经被畸形丝盯上了 接下来怎么做 他问 这个人死了等于已经承认我有问题 你有什么问题 白骨使者的声音很诧异 一鸣暗哨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谁能够确定他的死跟你有关 大人 方鹤玲有些憋屈 也有些无奈 我是真心为您做事 该做的我都做了 已经没有回头路 您就别再戏弄我 不不不 我没有戏弄你 我也是真心跟你说话 机刑司如果调查方家 能查出什么东西来吗 不能 该处理的首尾我已经处理干净 而且本身 我确实不知道您安排我做的那些是有什么意义 机刑司什么都查不出来 那就让他们去查 方鹤玲叹了一口气 但有时候他们不需要证据 对付一般人的确如此 白骨使者笑了起来 但是别忘了 你是道怨学子 我的确有嫌疑 道怨不一定会维护我吧 可怜的小子 你根本不知道你拥有什么 白骨使者笑了两声 转身往山里走 今天的事情取消 回去吧 感谢书友与魔破 书友月灵离 书友ONIA137 书友甲乙丙丁42 书友古君阿的打赏